昨日里 阴天 为水寒 除了水的 隔蹦而塞在了沙滩 要说中国相声演员最为集中的地方 那莫过于是郭德纲的德云社了 在那里人才积极 随便单拎一个 那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但就在这些老自立的演员中 郭德纲单单选择了颜鹤翔 为自己的儿子郭七玲做配 到底颜鹤翔何德何能 老郭又有何用意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郭德纲打的好算盘 其实最开始 颜鹤翔和郭七玲合作 表演的相声作品 名字叫《福寿泉》 那时候的郭七玲 还是个乳秀未干孩子 他俩是临时搭档 2010年 郭七玲从学校退学 开启了正式学相声的生涯 等到了2012年 郭七玲与颜鹤翔正式组队 成为了正式的搭档 和德云社的太子爷搭档 在外人看来 是毫不风光的活 但是实际上 其中的压力 只有颜鹤翔自己才知道 作为德云社的老帮主 郭德纲一辈子阅人无数 那么他为什么 把这样一份 表面上看似风光 实则压力山大的活 交给颜鹤翔呢 第一 颜鹤翔为人沉稳 平时不爱出风头 个人认为 临时搭档 更像是郭德纲 在考验颜鹤翔翔 那时候的郭七玲 尽管天资过人 但是站在舞台上 还像是个孩子 见到那么多观众 心里难免紧张 而颜鹤翔比郭七玲 整整大了14岁 相声经验丰富 舞台风格老练 控场能力一流 经常能够在郭七玲 说不下去的时候 拖住郭七玲 让颜鹤翔带自己的儿子 不可谓不是一个保险的选择 第二 颜鹤翔的履历漂亮 出生在北京 有传言说他是个富二代 也有人说他的父亲 关系不一般 虽然没有实锤 但是也足以看出 他的家庭条件优渥 同时颜鹤翔毕业 与北京工业大学 妥妥的211高校 毕业后就进入国企工作 还曾经在北京奥运会 召开的时候 作为网络工程师 参与幕后的准备工作 可谓是踏踏实实工作 认认真真赚钱 比起好吃懒做的富二代 颜鹤翔身上 没有染上吃喝嫖赌的恶习 比起一步一步 从基层做起的普通人 颜鹤翔又更能和郭七玲 找到共同的话题 两人很多观念都出其一致 这也为之后的相声创作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这个角度说 郭德纲选择颜鹤翔 一方面是放心 还在青春期的儿子 跟着他混在一块 不用担心学坏了 而且颜鹤翔光鲜亮丽的履历 也能够刺激郭七玲的进取心 另一方面 搭档在舞台上 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两个人能够聊得来 是最大的财富 相似的家庭 让颜鹤翔和郭七玲之间 有了很多共同点 郭七玲也愿意 跟着颜鹤翔学本事 从这两个方面看 郭德纲选择颜鹤翔 实在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第三 颜鹤翔喜欢相声 但是不爱出风头 为什么郭德纲要找人拖着郭七玲 个人认为是希望郭七玲 能够通过实战演练 快速的成长 郭德纲真正的用意 还是希望能够通过 找一个人陪太子读书 打响太子郭七玲的名气 按理说 能够和郭七玲搭档 那可是天降好事 德云社太子爷的称号 天然的就被郭七玲赚足了流量和目光 这也导致 在郭德纲为儿子选搭档时 不少人前来毛遂自荐 郭德纲一生怨人无数 这些毛遂自荐的徒弟中 到底有多少人是瞄着自己儿子的名气来的 老郭轻轻瞄一眼 也就知道了个大概 所以据说当时郭德纲为儿子选搭档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作为捧根 专业要强 人还得要低调 就这样 颜鹤翔进入了郭德纲的视野 从小就喜欢相声的颜鹤翔 是在工作后 才机缘巧合的加入德云社的 一开始搭档刘鹤春 之后又搭档孔云龙 作品效果都不错 而且舞台上的颜鹤翔不爱出风头 常常都将高光时刻留给自己的搭档 这一点让郭德纲很满意 同时 颜鹤翔实力高 但是却不把出名当作目标 比起德云社部分勾心斗角之人 颜鹤翔可谓是好了太多了 德云社有个叫颜鹤翔的 有 跟郭麒麟说相儿那个 这一辈子下来 颜鹤翔这人生就是一本地图 怎么叫地图 他没事就开着车满出玩去 对 他喜欢自驾游 低摩托车奔伊德利 这不奇思的 前面我们说过 颜鹤翔的家庭条件很好 平时出了说相声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油山玩水之上 喜欢一个人骑着机车去旅行 还喜欢参加赛车比赛 平时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 也多是佛系的态度 这样一个享受生活的人 怎么可能为了名利去坑自己的儿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颜鹤翔也是最佳人选 如今 郭麒麟找到了自己新的发展路径 就是做演员 过年期间 由他主演的坠绪也取得了不错的收视 而颜鹤翔也从相声舞台 转战到了脱口秀舞台 凭借超高的情商 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如今 郭麒麟和颜鹤翔都在自己的领域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实属可喜可贺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点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